湘江的水源和丰富的矿产本来是上仓对湖南的眷顾 但如今两者却成为湖南耕地和当地居民生命的威胁 水稻产量灌居全中国的湖南省 现在部分地区农作物面临绝收的厄运 知情者指出由于官商勾结 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难度很大 被誉为湖南母之河的湘江 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的采矿 野链及沿岸工业的开发 大量工业污水和含有重金属污水直排入江 导致湘江重金属污染成为全国之罪 湘水流到土地 污染的土地就种不出农作物了 宜璋县江水乡 江水村就是一个例子 知情者透露 某个生产铁矿的乡村 采矿排出的水毁坏耕地 跟政府反应却反遭惩治 村里有五六百人种不了田 只能在矿上干活了 宇章县赤石乡一名曹信村民告诉希望之声电台记者 当地同样因为采矿污染不能耕种 由于官商勾结 问题得不到解决 湖南因为重金属污染伤害人命的事故不断发生 2004年 湖南长沙两名中年村民死后检测 证明体内的隔含量严重超标 2006年 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检测显示 30%的人尿液隔超标 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 2009年7月 因为饮水和土地严重受到重金属污染 刘阳市有农民因隔中毒死亡 引发了1000名农民前往市政府门前示威 中共环保局工作人员说 湘江有些核断中的重金属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数百倍 环保部门在湘江之盼珠州清水塘的蔬菜实样中 发现了隔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最高值的65倍 核拱 186倍 以及 1066倍 被德国世界报誉为中国的唐吉科德的陈法庆 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环保问题 去年12月 陈法庆已经指出 中国整体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主要根源是官员和污染部门的勾结 他表示 现在许多官员本身是污染企业的负责人 除了湖南 中国南方的江西 云南 广西等省份 部分地方也出现一些连片的重金属沉积物分布 而广东珠三角多种重金属超标 约有50%的调查区的土壤中 铅含量水准明显增高 专家说 重金属一般可以残留几十年 例如铅可以在农田上残留100年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 多位学者认为 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 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 成为最多事故的源头 新唐人记者吴维 李璐综合报道